今天早上因为起的比较早 我就开了一会直播 在直播间里边仍然有好几个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一心姐你是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摆脱这个负债的困境 然后成功上案子呢 还是有人这么关心这个话题 那么我就索性再讲一期 我给大家的答案就是一个 就是你要首先要有自己的意识 然后不断地学习让自己提高 我们想明白一个问题 我就讲事实 我为什么能够在2020年债务暴力 对吗 然后我2021年的时候 做了第七短视频 发现这条路比较适合我 它能挣钱 然后我就在这条路上 一直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然后能把我的账号做起来 从而呢赚到了钱 把我的负债问题解决了呢 源自于我自己一直内心 有一个强烈的意识 我要自救 因为我知道谁也帮不了我 我就谁我也不想去麻烦 谁也不想去脱离 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 我有多大本事 我就干多大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一直不断努力地去做 就是我没有让自己长期 处在那样那个焦虑的状态当中 刚开始我非常焦虑是吗 导致我后脑身很疼 然后我去养生馆 去各种理疗都没有用 到最后呢 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去接 那些乱七八糟催促电话了 因为我接不了 我也没有能力去接 没有能力去还 所以我干脆把所有的电话 设置了莫生拦截 然后我就工作了 就是把你的专注力 永远放在证据的事上 当时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个 外向保温材财量的一个工作 那个时候有底薪嘛 三千五百块钱好像是 比较不幸的是 那个公司没有发展起来 用了一年的时间吧 我就不做了 当时我就离开那个公司了 然后我就开始 还是继续做我的Post机 做了有一段时间 缓冲在九月二十三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无意当中 我从投票之外 发了一个短视频横评的 参加了他那个短视频计划 然后就做起来了 我发现发视频能挣钱 慢慢慢慢的 我就开始不断的分享 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感受 感悟到的一些道理吧 我就开始这样 把我的短视频做起来了 我知道我负债了 靠那些那个 微博的一个播放收益 我赚不到钱嘛 然后我就开始想了 我应该怎么样 当时的时候赚钱 也开始拍这个短视频 不是也有播放收益 也有一定的收入了吗 我就开始规划 去还我的债 我学习啊 我知道要想合理的 解决我的债务问题 我必须对所有的 这种金融系统的 一些这样的一些流程 我必须非常熟悉 所以我当时买了课件 我在系统里面 很多之前的一些 这个视频当中 我也有讲到 我是买的那个 王多明律是他的课件 他在投销有课件卖 你们也可以去学 但是为什么 有很多人他不学 然后他依然缠进在 这种压力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 无法自拔呢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焦虑 他没有去想办法 我觉得我和很多人的区别 就是我遇到困难 我一直在想办法 去解决困难 而没有让自己长期 处在那样困难的一个 这个情绪当中 无法自拔 越陷越深 所以我能够快速的摆脱 你看我去发现 这个拍短视频可以挣钱 那我就深入的研究 去钻研 怎么更好的拍短视频 怎么更好的提供 我的播放收益 我负债问题的时候呢 我把这些学到的经验 我又分享出来 后来收获了一大批 想解决负债问题的 这些粉丝们 然后对我的关注 并且对我的一些求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业务 我可以通过帮助他们 然后我能获取一些收益 是这样的一步一步 这个起来的 如果你现在 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 那么你就开始学习 学习的方式很多 你比较熟悉的一个行业 或领域当中 你想要学习 你在抖音上 或者在其他短视频平台 随便去找一个参考的一个人设 你就跟他学 怎么拍短视频 通过借助短视频流量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去重新把你之前熟悉的 一个业务 或一个比较熟知的一个行业 一个领域当中 一个什么业务 能把它做起来 这就是一个学习 对不对 因为在学习的路上 你一定会找到一条 使用你自己的出路 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说 一心姐 你就要有我做短视频吧 你先想清楚了 你要干啥吗 你就做短视频 所以说这样 我是一概不去接的 只有我们的能力提高了 赚钱的能力提高了 我们才更大的可能性 把这个负债的问题 给解决掉 而我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好像是 我的钱的问题 负债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生活当中 依然会面临 其他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说今年3月6号 我的孩子 在当地的一个医院确诊 是双向情感状 是心理问题 但是我又通过 我自己的学习 就用两个月的时间 我带着我的孩子 走出来这样一个困境 还有很多的家庭 他不学习 他就盲目的去医院里边 求医问药 但是孩子治了好几年 把孩子整个都治废了 我尝过学习 可以改变命运的甜头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现在身处 逆境当中 你要现在开始提高 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意识 然后提高自己 有意识的要提醒自己 去学习了 因为你现在认知 你的能力 根本不具备 你去接触这么大的一个挑战 要想解决 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困难的话 唯一的途径 就是要去学习了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